财力发生重大变化 取消基层招聘 这座东北网红城市没钱了 近两年时间内 阴白菜价房子走红的鹤岗 日前再度因为一则取消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信息 而广受关注 12月23日 鹤岗市人社局发布 关于取消公开招聘政府基层工作人员计划的通知 通知指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后 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家在2016年就出台了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指导地方政府正确应对政府性债务风险 使债务规模和偿债能力相一致 恢复财政收支平衡状态 在市本级财政总收入预算中 相应增加新增政府债券收入56422万元 报告指出 飞龙江省厅达2021年资源枯竭城市 转移支付资金18982万元 财政收入增加18982万元 支出方面需要调整预算执行过程中 年初预算预计不足的项目 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即不得新批政府投资计划 不得欣赏政府投资项目 不得设立各类需要政府出资的投资基金 已经设立的应当制定分年特出计划 并严格落实 包括实行公务出国 培训 公务接待等项目零支出 大幅喊调政府咨询 差旅 劳务等各项支出 及机关事业单位暂停新增人员 必要时采取核检机构编制 人员等措施 及暂停地方自行出台的机关事业单位 各项补贴政策 清理各类对其事业单位的补助补贴 根据致言咨询报告 2020年赫岗市长住人口为89.13万人 从年龄构成来看 0至14岁人口占比8.69% 15至59岁人口占比66.99% 60岁以上人口占比24.32% 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16.45% 60岁人口占比和65岁以上人口占比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